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驾 我是孟琪 大选过后的第一个礼拜 韩国瑜重回了高雄市府上班了 同时也来召开记者会 被大家问到 败选后当天怎么突然取消了国际记者会 韩市长说是希望让现场的民众能够冷静下来 好 另外现在韩粉全力要立拱韩国瑜来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韩国瑜回应说完全没有规划 未来有没有可能态度转弯呢 好 现在国民党正在上演逼宫的戏码 虽然吴敦毅就在败选的当天 已经说了要总辞 但是还有一个但书 说要等这个中常会同意 这是不是要预留伏笔的意思 好 蓝颖青壮派呢已经炮声隆隆 希望呢中常会不要上演所谓未留的烂戏 好 现在国民党已经涌现了中生代 要来接掌党主席的呼声 包括这个蒋万安还有江启臣都被点名了 好 不过李来西是怒呛哦 她说蓝颖的年轻世代没有中心思想 像这种软咖软手软脚的世代 到底凭什么接班 好 蓝颖炒成一团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大选赢得相当风光的民进党 小英总统横扫了800多万票 好 但是这个政党得票的部分 跟2016年上一届比起来 其实流失了50万张选票 好 这是不是民进党的隐忧 毕竟现在有很多的小党崛起 未来要怎么进和都是大问题 而且现在蔡英文总统打了胜仗 之后会再回锅兼任党主席吗 府院党如果同步到底是更有效率 还是会让总统分心呢 稍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王淑慧 主持人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左手边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弈 大家好 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持人大家平安 待会还会有一位绿党的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也会加入我们的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要赶快先来看的是 2020大选结束之后 韩国瑜今天削假回高雄市政府上班了 现场来了很多的韩粉替他加油打气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久违的韩市长上班的画面 上午10点钟韩国瑜现身高雄市府 守候多时的韩粉高分贝加油打气 在三位副市长的陪同下 韩国瑜选后首度面对媒体 像市民说抱歉韩国瑜回归市政 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市民的生活 但罢韩团体可不这么想 甚至发动外线市民众迁及高雄增加罢韩能量 他们想感谢民主的罢免那一面 他们自己去运作 自己去操作 我们都没有意见 我是平常心来面对 选前市府不少局处首长请辞加入韩禁办 选后是否也会跟着市长回归 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梁渡强调暂时不会跟动小内阁 不过国民党挡握的部分势必得做调整 外界也好奇曾经搅足过党主席的他是否会再战 目前党主席的一部分完全没有这个规划 总统大选大败 外界把原因归咎九二共识未获得民众支持 等于是否定了韩国瑜的定海神针之说 那一场暴公雨就在前面 国人同胞一定要紧密的团结新手相连 那中央的执政团队 也一定要带领两千三百万人趋吉避凶 摩求整个人民最大的幸福跟快乐 韩国瑜向蔡总统喊话 也不忘呼吁支持者冷静团结台湾 临时加开的记者会 韩国瑜申请有些落寞 也谈到为何取消开票当晚的国际记者会 我们是希望民众能够冷静下来 因为民众的情绪非常的高 甚至非常非常的 怎么讲民众的情绪几乎快失控了 我们当然希望支持者能够冷静下来 至于所谓吃火锅是因为整个团队都没有吃饭 而在记者会前也出现小插曲 有韩粉挤进记者会场大声声援 就怕影响到记者会进行 先一步被韩国瑜请到外头 就是谢谢他选择 一直选择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我们也会跟他一路享受 大选结束 韩国瑜的动向仍然是媒体关注焦点 选举结束了韩市长同样还是美光灯的焦点 他今天媒体捕捉到八点半 一早八点半就出门上班 10点钟召开记者会 但是在白边的同样都是记者会 就要来请教淑慧姐 因为大家最想问韩市长的是 为什么当天开票完 就这样取消了国际记者会 这是当天有上百位的海内外媒体 都在等他 他完全都是表现他个人 一直都受伤的这个现象 他就是都没在插 现在事情发生任何怎么 都跟他无关 他就已经摆算了 他也跟大家说感恩稀释 请他很西中的韩粉 大家还继续支持 但是跟国际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次看起来国际媒体 对他好像没什么嫌疑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他回应 因此他觉得他的团队 整天都没吃饭 搭在腰 这比较重要 因为这是和人民 比较适合的地方 所以他感恩想很久 不知道多久不去吃火锅 所以一定要照他的好朋友 照他的亲友好友 他的家室 整天去吃 因为他人为国际 现在又怎么下 都是什么失败的地方 都是在监察 他这半年来 到底有什么奇形怪众 所以他选到的就是投票 这也是他以后的作风 他今天算说 我哪有点改变了 我要很感谢 很厉害 我们的高雍市民 以前出去了就叛选 现在回来又找到了 你看到 很多人都在尊重 他才去几点上班 号称九点上班 他说八点半就到了 但是他没有看过 一个市長八点半才到 我们的市政府 你去台北市问 或是来我们新北市 稍微找个问 没有那个行政修订 准时人家说八点上班 你八点半才到处 九点说要开 他是十点开记者会 九点要跟他的小内阁 沟通一下 这实在是想要开网 不过毕竟 他说到的 会开始渐渐修设 他也知道 休息是一个最重要的 毕竟今天头一天 倒回来 所以说高雍市民 现在都眼睛紧紧给你看 因为百姓的人 已经穿好你等了 这么多人 甘愿又掏腰包去买福袋 你就知道 一定要带在等 虽然你的寒粉 让我们大家很感动 对你不离不弃 那一天 还要买火 来给你加油 来给你庆祝 你重生 到底你重生的 进行 变成什么 不只一天而已 也不只只一天去而已 很多人在观察 看你是不是 又继续 可以照正常下去 你若回正常的时候 这是高雍人的福气 没有错 这韩国语不管是 选前选后 都是大家 都是媒体追逐的焦点 这部分还是要请教博弈 刚才韩市长说 当天取消这个记者会 是希望民众可以冷静下来 当然后面大家也说 有拍到他去吃火锅 其实他吃火锅 够八道 这种事情都没关系 只是说你为什么 突然取消记者会 而且这么临时 说真的你拜选之后出来 很有风度的祝福 蔡总统这样也是可以 其实韩市长在拜选的时候 就很有风度的祝福蔡英文总统 而且他好像之前 也打电话给蔡总统 亲自来祝贺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 那当然 如果说他请了这个 没有去来参加 所谓的这个 国外的记者会 然后跑去吃火锅 我也的确觉得 这个比较没有必要 这考虑是不太周到 我相信他真的是 希望现场能够就是 冷却下来 我相信希望 但是如果他真的 这样前面考虑的话 后半段 我建议是他可以 直接回家休息或等等 可能会比较没有 有后续的争议 但是我也相信他 因为其实很多人知道 跟韩市长认识的人 都知道韩市长 其实是一个很顾周围的人 就是他跟他朋友 其实是非常好的 他相信我也真的是 因为团体 一整天都没有吃饭 而且压力很大 人家从开票 也许落后整个心理压力 跟身体压力很大 他想去陪他们 最后吃个饭 感谢一下 但我也觉得可以理解 只是我觉得 既然把中外记者会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取消了 那吃饭也许可以隔两天 我觉得比较好 不过已经过了 还是希望韩市长 不管今天早上开始 重新回到高雄市 接下来我真的觉得 有些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一定要用谦卑诚恳的心 重新来回应 我们的高雄市民 因为毕竟他们当时 选得出来 而你这回在高雄的票 的确开得不好 从之前的剩了15万票 到这回输了20多万票 好好的想一想 要怎么样在未来这几个月 因为我知道 霸函的活动很快 大概5月6月 可能就会开始了 那接下来 对于高雄市 不只有什么路灯 水沟等等马路 要想一些未来的破坏 不管你们被罢名 你一定要想出个 能够让高雄市民 对你感到期待的东西 因为毕竟当时 你能够选项 是很多高雄市民 认为你能够让他们 发大财 认为能够让他们觉得 过得更好 你一定要提出这些愿景出来 让他们觉得对你有希望 然后用谦卑诚恳的心 我相信 全台湾所有人民 其实真的都是 纯朴而且可爱的 如果有这个心 我相信 不一定会真的出来罢名 但是你要必要 这个动作做出来 那我也希望 在未来这个时间里面 包括4月份 我相信高雄市以后也要开议 把市政准备好 把之前的预算内容 接下来该怎么执行 讲好 让大家展现出来 你真心想回到高雄市 为他们服务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重要的课题 刚才博弈讲到 现在罢罕行动 其实还在继续 我们想请教浩游 你觉得这个罢罕行动 你觉得最后 真的会成功吗 还是说 这个市民朋友 大家想说给他机会 再做做看 我觉得两个关键数字 第一个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过去高雄 国民党的立委的一个提名 从来没有人要争取 那个时候是党去征召 有时候还要找那个党工 就完全没有知名度 没有人要算 拜会求求你出来选 可是这一次很有趣 就是大家抢着选 很多区是政治有两个 三个在那边抢 而且都抢着跟韩国瑜 挂在一起 可是大家抢得出来的结果 却是在年底 到今年年初 这个选举是八仙跳海 不但没有办法八仙过海 还八仙跳海 所以高雄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惨的 这是第一个迹象 第二个迹象 高雄这次获得的票 其实是腰斩的非常严重 跟他们 他在去年得到的票 前年得到的票 是差很多的 那这个差28万 差28万 这28万为什么会流失呢 就是因为大家对他 已经丧失的信心了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如果真的在下个月 或一两个月之内 立刻要有罢免的这个行动 韩国瑜是真的 有可能被罢免的 可是我还是劝韩国瑜市长 虽然我自己是支持罢免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 民意选出来的市长 如果从现在开始 只到未来的几个月 他能够好好的来 把高雄的市政做好 专心在高雄的市政 不要又跑出来 搞什么党主席什么的 专心在做市政的议题上 我觉得 基本上他 还是有可能不被罢免 就虽然罢免的几率很高 但是只要他能够专心市政 不要再搞一些 有的没有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 觉得这件事是麻烦的 所以我还是劝韩市长 现阶段就是 把高雄市政做好 落实一些你的政策 比如说像爱情摩天轮 要不要盖 比如说石油要不要挖 如果不能盖不能挖 是不是该跟高雄人说清楚说 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来取代这些 过去天马行空不可行的政策 然后真的让高雄的经济有感 让高雄人真的有 发贷财的可能等等 把这些事情做好 做落实 对你的未来 甚至是在这一次的罢免 真的都有可能会救的回来 所以我还是期待 韩市长好好的做好 罢免当然是最后一步 但是我希望你 这几个月 把市政做好 这才是中股 真的大家都希望 韩市长好好的做 不过这个书培员 大家刚才都讲到 韩市长这一次在高雄 获得的票数 跟他上一次选市长 其实流失了28万张的选票 那你怎么看 接下来的罢韩行动呢 韩市长 消假回去上班 如果不好好做 只要这一次 投给蔡英文的有一半出来 他就肯定被罢免 那我觉得 台湾人确实是秀锦 但是你好好走 比如说你 你讲的爱情摩天伦 然后包含这个 很多你过去提出的政见等等的 你能够一一的去兑现 一一的去落实 包含对于议会 你都能够用一个 比较谦卑的方式去面对 议会的质询跟监督的时候 我相信 就算是这些这些这些这个民众 有一些这个团体的人想要带领 带领群众来罢免你 群众都会觉得说 我快给你做嘛 你就已经认真做 我就让你嘛 对 因为再一次的罢免 其实花的都是民质民稿 真的 要花很多的钱 然后罢免你之后 还要再重新选 选一个市长出来 那都要花非常非常多的精力 跟时间跟财力 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的高雄市民 你应该不会愿意这么做 但问题是 如果你在回去做之后 你继续在那边浪流连 在那边当怨怒啊生 一直嘴巴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完全不知道 这个高雄市民 到底对你的期待 过去你的证件的承诺 也不落实的话 然后再像这个 你本来像这个 原本要开这个国际记者会 然后又突然给人家取消 类似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我告诉你 在几个月后 绝对你就是被罢免的那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高雄市民不想再丢脸了嘛 高雄市民就想要选一个认真为我做事的人 而且有信用的人 是 那你如果没有信用 又让我高雄市民一天到晚在那边丢脸 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有一个助理啊 是高雄市的市民 他这一次为了回去投票 买不到高铁 高铁的普通车厢的票 他买商务舱欸 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 他买商务舱回去投票 对他无论如何都要投票 因为他觉得他 2018年他们选这个市长出来 一笑全国 所以他这一次一定要回去展现他的意志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让高雄市民 用这么高的意志出来 觉得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罢免你 不让你继续做下去 就代表你对高雄没有贡献 我告诉你那你只好包一包回家了 而且我认为其实 包含等一下我们也许会讨论 这个很多的 国民党现在才开始在讨论路线的调整 然后 国民党自己内部的一些改革的问题 如果韩国瑜继续像过去一样 现在嘴巴讲不要 但是心里很诚实 或身体很诚实的话 我相信你绝对会被罢免 所以我觉得与其要走到最差的那一步 不止你难看 我相信连国民党未来都会很难看的那个地步 不如你就好好做 我们还是希望政党的竞争是一回事 但选举完 我们还是要以台湾的这个未来发展 不管是高雄或整个台湾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 然后幸福 然后稳定的一个生活 如果你继续在那边 吃饭 吃饭 看饭 然后眼高手低 然后只会用嘴巴讲 然后讲出来的话 让大家没有办法信任 然后抹黑 用造谣 比如说像 他这个礼拜六 拜选之后 就说他要小假上班了 结果市府团队又开始讲什么 说我们开始要交假上班了 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再卡寒 你看用这种言论 都是别人的错 自己都没有错 自己请假请三个月 然后说人家在卡寒 到底谁在卡你啊 我觉得 国民党跟韩正寅 真的自己要好好的检讨 都已经败选了 民众用这么高的票 对你投出了 已经是严重的不信任票 然后你继续在那边怪别人 继续责怪自己 责怪别人 没有看到自己的不足的话 我相信高雄市民 一定会在五个票后 用选票罢免你 其实我们看到这高雄市民 还有包括这个浩宇 跟这个舒培议员的分析 其实明友哥听得出来 台湾人都很善良 还是希望给韩市长一个机会 你好好做 如果接下来他再不好好做 一下子想 如果说有人拱他选党主席 如果他要心动这一类的 是不是真的高雄市民 真的有可能罢免成功 我觉得不管韩国有没有选党主席 国民党必须要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 你今天会走到这样子的结果 除了你国民党本身的问题之外 最大问题还是韩国瑜本身 所以当然舒培跟那个浩宇 都是比较温和的人 认为说要给他机会 我老实说到今天为止 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个 不罢免他的理由 我必须很诚实这样子讲 因为我必须这样讲 国际记者会 这个东西对一个政党来说非常重要 哪怕你是输的 你都应该扎扎实实的 坐下来去恭喜对方 来告诉检讨说跟国际社会报告说 未来这个党要怎么出 你今天代表的是一个政党 出来选总统的人 可是你依然顾我 你因为去吃火锅 你因为取消记者会 因为你的心就是你自己而已 你没有把国民党放在你心里 没有把提名你的政党放在你心里 你还是你自己 好像都给他顾自己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隔壁台的谢律师讲得非常好 你还有高雄 你要对党怎么交代 你对这个政党要怎么交代 你国际记者会临时取消 他拿出图片一堆记者在那边等他 这种东西不应该再发生 你选举发生也就算了 大家认为说选举发生 反正选民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你输了 你拿38%的选票 就大大的让国民党输 可是选完了呢 你没有检讨自己 然后你对外说 因为我怕那些韩粉太激动怎么样 这些我都觉得是理由 因为国际记者会 你是代表着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虽然是败选 可是我对外要所交代 对这个政党要交代 只有两个字 态度 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 结果你今天在高雄市政府召开记者会 我个人觉得非常汗烟 为什么 你虽然是道歉 可是我不觉得你在道歉 为什么 第一个 你没跟市民交代说 我的总预算案 未来要怎么处理 还是没讲清楚 还是没讲清楚 你也没跟市议员交代说 对不起 因为那时候我因为什么样的状况 我必须离开 所以我请假三个月 那时候临时请假 没受议会监督 没讲清楚 因为这些疑问 不是只有市议员 市议员代表的就是人民的代表 人民最大疑问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今天为什么高雄市一下损失了28万选票 为什么 因为人民不再信任你 台湾人民不信任你 高雄市民不信任你 可是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对一个首长的态度是认为说 你应该是毕恭毕敬 然后一切都要自己去做最好的示范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哇他八顶半上八好厉害喔 他从有一天准时了 今天又迟到吗 对 所以我在想说奇怪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思维 我们应该去检视他说 他在这一场记者会 虽然没准时到 可是我必须要讲 你在这一场记者会 你给人民的感受是什么 你要给高雄市民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连累的不是只有你自己 就因为你固然自我 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你害了整个国民党要脱狂 第一时间无度一出来道歉 他们这个礼拜可能要种植干嘛的 那就是一个态度嘛 你不管你是贏还是输 都要有一个态度 都要承担的 对 可是没有啊 他里面去吃火锅 没有 因为我怕他们带激动 他们团队中午到时候 他慰绕他的团队 苏培就知道 竞选团队通常就是这样子 可是 没必要说为了去吃火锅 让人家拍到 你在公开场合耶 你要顾及的 不是只有这个 像我自己参选 我都很清楚 所以卸票丸说 我团队 我是拖到两三天后 才会去吃饭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让人家觉得 当下说 你就算输啊 你又用这种态度 不然你借了什么 所以 再从种种的表现 累积下来到今天为止 真的 高雄市民目前还没有找到以上 不能因为他今天有八点半出门 就可以了 没有找到一项不罢免他的理由 为什么今天高雄市的立委全军覆没 连黄昭顺原本左营 他的大本营 都被覆没掉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韩国瑜啊 你不能把所有责任说 这老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怎么样 你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今天如果韩国瑜跟谢龙介 再回到中国国民党中央 我告诉你 这个中国国民党中央就好玩了 为什么好玩 他一样是那种很封闭 然后任由他去这样子揣测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封闭太久了 忽然间有一个韩国瑜 他可能做的方式不一样 让人家觉得他很另类 他认为说可以带来生机 没想到是破坏国民党最大的一个乱源 今天回到高雄 你心中到底有没有高雄 我必须很严肃地讲啊 你到底有没有高雄 你今天回到高雄 你要的态度是什么 你不能告诉人家说 没有我请假三个月 我的副市场还是在帮我再做 那你回去干嘛 叫副市场做就好 你就干脆请辞 也不用面对罢名 因为这一次罢名的时候 国民党又另外一个危机开始 再一年多之后又要大选 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来看 韩国瑜 他心里做他自己 他没有大家 也没有其他人 今天韩粉在外面哭 他宁愿去吃火锅 今天韩粉在崩溃 他宁愿去吃火锅 取消记者会对外交代 这就是事实 不用讲什么美丽的理由 我觉得国民党也是一样 不要替他讲任何美丽的理由 你在这时候不赶快 痛定思痛的时候 去检讨的时候 你还在帮他擦汁抹粉 你这样是害了你们自己 来刚才 这个民友讲到韩粉的问题 继续要请教博弈 韩国瑜到底有没有在意韩粉的感受 因为现在韩粉 好像蛮多人要力拱他出来 选党主席的 我只能说 我相信 那个拜选团结束完之后 很多他们韩粉的支持者 内心难过 希望韩国瑜 会有失落 他会希望韩市长有另外一个可以 也许改革国瑜 有另外一个舞台 对他们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我还是个人建议 韩市长目前讲 他们目前没有规划 对 那我也尊重韩市长未来想要做什么 可是我个人的建议是 我觉得还是先拔高雄固好 之后一定要想清楚现在的状况 因为很明显的 也许我们现在事后诸葛 那现在看到 当时的所谓的落跑市长 的确是重伤 这位在选在 高雄的立委一个蓝营都没有拿下 云林营还是全军覆没 这是非常惨痛的 真的没有想到会到这么严重 也许我们当时估计错误 但是选票出来的结果给了我们答案 证明了事实就是如此 既然事实已经有这么惨痛代价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让高雄市民 认为你是全心选一想回来高雄 我认为不只对韩国瑜有伤 对整个国民党 我觉得泛兰的民众都会有伤 所以他必须要这回真的能够 静下心的好好想一想 因为好不容易 我们在几十二三十年来 我们高雄重新韩国瑜回来执政了 如果你真的被罢免掉了 也就是说你当选高雄市长 大概就一年多而已 然后一年多完之后 接下来的普选 我相信 蓝营就是没有机会的 不要说这些没有机会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二三十年 又不再有机会 所以我认为你还是要 一定要把高雄固稳 好好的把高雄做好 重新的让我们在南部 也许有一个重新能够 抗争起来的基地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选举是一时的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境况 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局势 有所不同的改变 现在不需要多想其他东西 高雄第一 高雄是韩市长现在 课题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希望还是专心一致 党主席的部分 那在我们的吴主席辞职完之后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 想要重新的出来 希望能够进出这个大位 那当然接下来 我们的路线之争一定都会有 那个部分我觉得 韩市长可以祝福 但是不要自己本身参与 会比较好 路线之争 待会再来请教博弈 浩宇你刚才也有听到 其实博弈也说 尊重韩市长现在的讲法 但是以韩顾的诚信来讲 他现在说没有规划 你觉得以后可不可能会有改变 他其实也曾经说过 他坚持不考虑2020 而且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他是用唱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太有信用 所以我刚刚还是以一个 就是旁观者的角度 就是希望说 你确实是面临了很高的 这个罢免风险 我相信他自己很清楚 所以在选战的最后几个月 其实他的行程北部比较少 反而是回到高雄非常多 因为他发现说 重心都放在高雄 对 重心需要拉回来 因为不故装的话真的是很容易被罢免 特别是其实上次的选举 他能够在高雄拿下来 其实那一次 其实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因为大家可能 民进党真的执政太久了 有一种突然间大幅的反扑 可是当你的政绩 没有办法在短时间 像你说的这么神奇 比如说大家都发大财 或者像我到高雄去 店家都在抱怨说 当时因为相信韩国瑜 所以投资了这个装潢几百万 结果现在都回收不回来 我今天还听到有朋友 就是一个服饰店的一个连锁通路 在高雄投资了两百万的装潢 现在就敲掉了 就没有了 那这些你对人家的规划 跟对人家的承诺 你如果没有真正好好的去落实 你只是不断的在追求自己 更高的政治职位 包含了一下选总统 或者很可能的又要投入 这个所谓党主席选战的话 我觉得观感真的很差 所以我还是希望韩市长 现在就是专心的做市政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你到底要把高雄带到哪个方向 你好好做 我觉得三四个月的时间是很够的 是有可能做出成绩的 人民会有感受的 人民有感受的话 自然到时候投票意愿就会降低 再说还是给你做做看 如果你还是这样 独断的惹怒人民 让高雄人越来越多的人 上街头发个贴纸都要排队 那我觉得被罢免的几率 就越来越高了 真的大家都希望韩市长 在高雄好好的做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就要来看 大选结束 国民党现在反倒掀起了 腥风邪雨 整个蓝营都刮起了逼宫的风暴 跟检讨的声浪 好青壮派的议员 要乌敦毅立刻就辞职 如果说不愿意彻底改革的话 现在有人喊出 不排除要集体退党 国民党到底会不会听 年轻改革派的声音呢 休息之后 我们一起来讨论 缓缓拆下国政配看板 国民党大选遭逢惨败 掀起逼宫风暴 不止党内青壮派议员 要求双吴吴敦毅 吴思怀请辞 就连过去挺吴的中常委 也看不下去 这个辞职拖一天 国民党多伤害一天 多伤害一天 把这个推到给中常会来 也再淋持我们这些中常委 为了这次的败选 他愿意站出来负责任辞职的话 我们可以尊重他的意思 总是是要在新的主席到了以后 他们再来有新的主席决定 是要留还是要缓新的人 吴思怀先生 能够去思考一下 天下没有非谁不可的事情 今天他要帮军公教来发声代言 事实上国民党很多立委 都能做这件事情 今天为什么希望吴敦毅主席下来 其实不是让吴敦毅主席难堪 而是吴敦毅主席如果不下台的话 事实上国民党走不出 我刚刚讲 也没有什么两岸论述的 往前走的空间 也没有什么青年的那个选票 如何争取回来的一个空间 因为外面要有什么阴谋论 要去射箭请辩 否认有阴谋论 蓝宁青壮派发出怒吼 党内从上到下燃起改革火苗 而且剑植两岸路线问题 呼吁下架过去国民党定海神针 九二共事 那既然九二共事一中个表 在台湾没有市场 国民党只有改变 我们不在乎 谁的看法 包括对岸吗 当然 对于台湾人民来说 我们已经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 这个有共识的证明说 九二共事已经不合适 台湾人现在要的已经不只是 这个九二共事一中个表 我们要的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主权独立不容侵犯 然后反对统议 国民党百年老店面临全力改组 从论述到组织 全都得砍掉重练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书培亦 包括刚才讲到 国民党有一些青壮派的人说 国民党现在这个路线真的要改变 要下架所谓的九二共事 要有一个新的论述 另外大家也想问的是 吴敦毅吴主席 他在这个败选的当天 就出来说要总辞 可是人家会觉得他讲的话不甘不脆 你要辞就辞 为什么还要等中常会来同意呢 是啊 我记得我们九和狱败选的时候 蔡英文蔡总统那时候 他是党的主席 他立即就辞去了 他也不需要向谁负责 就是你要不要辞 所以那一天这个在 这个开票那一天的记者会上面 其实我听到最后 没有听到这个吴敦毅要辞 其实我还蛮傻眼的 他讲的是总辞 那我们也都知道 上一次在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 在推这个不分区名单的时候 他是自己找中常会推荐自己的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说你就是一方面讲种词 另外一方面私底下去叫 中常会说搞我喂了 搞我喂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讲的 而是你过去就演过这个把戏 所以也难怪这些年轻人 年轻的世代 年轻的国民党世代 必须要出来演这个 所谓的逼宫的这一个戏 因为确实如果这一些所谓的长辈 所谓的大佬 继续在这些重要的位置上面 我相信国民党要改变的空间不够多 不过昨天的加一的这个 这些年轻的议员出来 其实我比较遗憾的就是说 只有一个有讲到两岸论述的问题 有讲到九二共识 其他人几乎都没有讨论到 但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次被年轻人唾弃 其实就是你们对中国的这个亲中路线的问题 那只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好像姓卓 他有讲到这一件事情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代表所有国民党的年轻世代 如果他讲的这一件事情 不是国民党年轻世代认为现在马上 国民党必须要去改进的 我觉得国民党还是会继续被妥协 我话讲说 为什么韩国瑜在选前那一天 这个选后那一天要取消国际记者会 很简单啊 蔡英文的国际记者会 所有的国际媒体在问的是什么事情 在问的就是中国的反应 都是两岸的 代表如果韩国瑜开国际记者会 所有国际媒体也会定调在这个地方 但韩国瑜不愿意回答 他不愿意去改变 他不愿意去修正 他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国民党所定调的定海神针九二共识这一件事情 他不愿意去修正 他不想要去得罪中国 他到选败了还是不愿意去得罪中国 因为他不愿意去承认说 我这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 因为国民党的这个路线 导致所有台湾人民对国民党迟疑 让觉得国民党如果当选之后 会让台湾陷入危险这一件事情 他不愿意去讨论 他不愿意去承认 所以他只好取消国际记者会 跑去吃火锅 我认为其实是这个样子 所以人家博弈也许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到底你们这一次除了逼宫 把吴敦义逼下来之外 你们的九二共识 你们的这个亲中路线 到底要怎么样去调整 怎么样去修正 初来讲的那个年轻朋友 我告诉你他一定没有在中国做生意 他一定没有在中国做生意 很多国民党现在在逼宫的这一些人 为什么会被人家讲说有阴谋 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敢去把九二共识 这一件事情亲中路线角度来讲 他们只是希望吴敦义先下来 换他们自己要的人上去 但是问题是 重点的亲中路线这一件事情 才是解决国民党失去年轻世代的解药 但这一些人很多的人包含很多年轻世代的议员 都在中国做生意啦 这件事情怎么讲 如果你继续不放开这件事情 只是吴敦义下台 只是吴思怀离开不分区 我告诉你们你们继续失去台湾民心 大家还是继续对你们之欲 因为九二共识就是你们紧抱着不放 而且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韩国瑜成功的用高雄发大台这件事情 包装了九二公司 让大家觉得九二公司是发大财 结果后来是习近平在去年1月元旦的谈话 再加上6月以来的反送中事件 才让大家知道九二公司就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就是台湾会变香港 所以才会被用选票唾弃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台湾民主已经走很久了 那好的民主就是政党政治 我们希望国民党也能够演变成一个爱台湾的政党 而不是亲中舔共的政党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 国民党在这一次选败 其实马英九那时候选败也是因为亲中路线啊 结果你们那时候有改吗 没有啊因为你们隔两年之后九合一大选 然后韩国瑜成功包装了九二公司之后 你们就忘记这一件事情啊 那这一次再败选 有没有可能让国民党重新再修正 还是就像洪秀祖讲的 中国国民党不可能改名啊 因为中国国民党是全中国的政党 如果继续拥抱这个 我相信国民党就是会被台湾民众党给取代 来这个部分真的要请教 这个也是蓝颖的青壮派的博弈啊 到底这一次是不是像舒培议员所说 国民党输就输在亲中路线 导致你们这个韩国瑜狂输了200多万票 以及呢博弈现在还有人啊 你看这个国民党发言人也是这个台北市的市议员嘛 他也是说强烈呼吁中常会千万不要上演未流的烂戏 我们先讲好了 九二共识绝对不代表一国两制 国民党一直都坚持这个 但是很明显选完之后 我们坚持没有用 因为民众不这样觉得 投下这么多不赞成的票 所以九二共识是不是需要讨论 我也觉得的确拿出来讨论 因为在主席如果只有辞职完之后 路线将会是国民党接下来的重点 那我觉得中国国民党到底要不要改名 其实我觉得改名的就没有那个必要 因为很简单 中国国民党从以前不认选的好选的败 选的好选的败 其实都是中国国民党 重点是你要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很重要 亲中绝对是一个需要做的 但是亲中亲美亲日亲全世界各国 这些的距离拿捏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有更好的论述 因为老实讲 如果亲中对我们经济有帮助 对我们台湾对中华民国有帮助 民党会不会愿意去亲中 我相信也会 因为对经济好大家都想去做 但怎么去拿捏 在于亲靠他 或不会被他所侵犯 这个问题 我们国民党要有一个重新的论述 我认为这是对下一个世代非常重要 我到现在都还认为 我们国民党就算韩国瑜当选 怎么可能会被中共兵吞 怎么可能会跟他统一 怎么可能会出卖我们 我到现在还认为绝对不可能会 但很明显的 年轻人真的觉得会 非常多年轻人出来投票 他们都觉得如果韩国瑜当选了之后 真的是我们接下来要变香港 等等 但是我们会 虽然我们不能接受 可是事实如此 我们就必须要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是永续经营 那吴敦毅主席我还是觉得 能够辞就赶快辞 我觉得他要 我真的赞成苏北议员讲的 他要负责任的对象 并不是中常会 他要负责任的对象 是全部支持我们的选民 这才是要负责的对象 当然吴敦毅主席不只是唯一的 我们不要说战犯 吴敦毅主席不只是唯一要负责的人 当然韩国瑜市长当然也要负责任 他是候选人 所有我们国民党的公职 我们也要负责任 因为我们不够努力 那接下来 找出一个好的论述 让年轻人看到我们想改革的决心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没有错 刚才听到博弈说 能够赶快辞就赶快辞了 另外刚才我们也听到 这个国民党中常委姚江领也是说 吴敦毅应该要立刻请辞 他说再拖一天都不行 那到底谁有资格来接班 谁有资格来当下一任的 国民党党主席呢 休息之后 回来一起看我们的报道 帮国民党守住台北市中山 北松山选区 立委蒋万安 不仅累积问鼎台北市长实力 也被党内点名 是青壮派接手国民党主席的人选之一 我说过这不是单一因素造成 此刻最重要 我们必须要看清楚 现阶段内外在环境的变化 怎么样能够更快速及时的反应 内外在的变化民意的流动 尤其如何能够重新拾回年轻朋友 还有中间选民的信任 这个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不谈自己的角色 蒋万安希望党先检讨 怎么拉回中间及青年选民 除了蒋万安 新北市长侯友宜 这回成新北最大母鸡 辅选立委候选人卖力 选战落败的新北市议员林金杰 就直接写了 国民党的改革刻不容缓 乌敦毅主席已经请辞 放眼台湾政坛 能够继任党主席 带领国民党 改造国民党 让国民党更贴近民意的人 唯有全国县市首长评比 第一名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非常的了解 目前所有党的问题的存在在哪里 我们好好的静下心 好好的检讨 尤其先检讨自己开始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 我都祝福大家 先做好自己新北市长的事 侯友宜显然亦不在党主席 国民党党主席人选被点名的不少 青壮派除了蒋万安 立委江启成 还有中央委员连胜文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败选第一晚 就此国民党副主席的郝龙斌 都是人选 倒是选前表态思考 选党主席的台南市党部主委 谢龙介 不再说自己要不要选 现在没有所谓 谁去当主席都没有意义 目前 第一个一定要先提出路线问题 那党的路线是不是已经被否定了 或是说已经不符合这个选票市场 国民党败选要重新论述党的路线 党主席还得扛起募款责任 这挑战可不低 明星文族报道 到底谁最有资格来接党主席呢 石慧姐刚才我们看到 其实台面上很多人都点名这种青壮派 包括这个蒋万安啦 或是台中的江启成 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李莱希她说什么 她说这是嫩咖啦 软角的世代到底凭什么接班 石慧姐怎么看 在李莱希的我们中 就是韩国瑜较乎乎 可以这样嘴 开桌砸砸砸砸砸 那样的这么让这个有价值 这么有够难 其实我对国民党实在这么久 我对他们说起来我是很悲观的 我感觉在这一二十年当中 国民党想要改变很困难 他们的保守的世代 像冬春时 这个万青要结束的时候 他们那个 保守的就像他们老佛爷过条条 他们这段新的 站在头前说的所谓的青壮派家 就像光绪帝旁边那边 不管是宿均主到均主 不管多少 都只出一支嘴而已 怎样说 国民党到现主时 有头有面的 目前都三心两意 都三心 没有到一个无疏心 大家都有疏心 第二种什么心 每一个就很贪心 还小想去中国看 有时候又贪多多 最麻烦的就是第三心 就是对自己的动 狠狠心 你动要死 跟我都无关系 两意是什么意 意在 大家又在占那个困围 意在中国 这三心两意 如果没处以前 我是感觉 如果我们这一代 还没照料以前 国民党很难改 连说一个名字是不是要改 刚才刚才也有说过 红秀柱也是这样说到 中国国民党 不能忘记 中国国民党 这个名字是改革区别 你也问你们冲董的董主席 你位头到要改革区别 名称不能改 你要改路线 你如果不改名称 都是骗人 所以我对国民党说起来 很悲观 但是那是他们家的事情 我存在的必要性 就是要打败国民党 到现在这么多位 算计算这么多次了 就是要看国民党 区别在台湾外界 为什么呢 因为完全没有台湾心嘛 冬崔石一直逼迫来台湾 五步三中 打台湾在这儿成功 所以为什么这些年轻的 区别在台湾外界 说是软咖喀 不是软咖喀 你想看看 在一个事业里面 你团形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加进新的因素 你上一台你怎么探钱 你挨一台 如果没有这些失色 又挟头一些主 去世界 挟一些技术倒回来 你那个事业要怎么团形下去 你今天可以进步 就是这些年轻人 从全世界 可以让我们挨一台 还有更好的因素都加进去这儿有 但是中国国民党 你怎么这么想 没有 我们民进党虽然说这边 让大家疼笑 那不是疼笑民进党的 好像看到京东表你也知道 也是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基台 要我们改变 所以说 每一个孙明也就是有够金的 我们是一个有地匪的民族 台湾民族 让几六八年来 让这么多来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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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发展臺沙心 这样我给你说 中国国民党 唱品 人民共党传领 出去和求其mit 你有看不見 他們說五星而已 就馬上要出敵政權 他們比民進黨還看不見 去中國國民黨 你們又說路線 怎麼 所以這些老的 你們自己心肝稍微問看看 台灣人對你們已經人自益盡 放給年輕人一點點生路 當然 石蕙姐講到國民黨 他是覺得相當的悲觀 這邊要來請教明佑 其實國民黨的青壯派 難道真的沒有聲音嗎 包括你也聽到剛才博弈 對黨中央中肯的建議 還有其實早在這種 不分區名單提出來 我們也看到包括羅志強議員 這些人游淑慧 他們都到黨中央去抗議了 這種聲音還不夠大嗎 但是重點就是好像老一輩的 就是聽不進去 我覺得每一次 國民黨比較青壯派的 出來喊一下 大家就給他拍拍手 可是有沒有持續 沒有 因為你是要對抗的是這個體制 這個體制本來就保守 你本來就應該長期跟他對抗 強力建議 黨中央該怎麼做怎麼做 可是沒有 只要上面 現在大選時間在團結 大家都點點 這就是國民黨現在面對最大的問題 你說這些世代站出來 包括兩岸的論述 所要辯論 我想到最後的結果 都會非常的不符合社會期待 因為老一輩的這些 你們金萬留我這裡 他聽不進去這些人的聲音 你們金萬留我這裡 我要派向派向 命脈在他們那邊 對 所以他沒辦法去符合 另外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像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國民黨自己青壯派很清楚 蔡英文做聯金改革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不對 因為要補財政推動 事實上用選票可以證明 這個方向是對的 你做一個轉型正義的動作是對的 因為多數的台灣人 認為這些是應該的 所以這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 自由風氣 可是國民黨很保守 在這一段時間 包括吳思淮 包括李萊西這邊人 出來抗議的時候 為什麼沒辦法 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為什麼集結了韓粉 有李萊西 有吳思淮 這三大族群 為什麼 事實上證明多數的人 認為公平正義在台灣 這個社會是非常需要 可是第一時間 沒有一個國民黨的青壯派 敢站出來說 對 您今天就是需要改革 因為從馬英九喊到現在就是要改革 再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 沒有 大家畏畏說說 就點點 不然有時候 發一個聲 面前打一個腳掃 大家都點點點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一件事情 今天李萊西說 才能打開 在我心裡覺得是 為什麼 因為你不敢勇於批評你的政黨 你不敢要求你的政黨改革 今天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博弈說 沒有啦 叫中國國民黨沒關係啦 那不是名字的問題 我贊成淑慧議員講 就是名字的問題 你有沒有跟這邊土地結合 你有沒有去強調什麼 我覺得那個金連團講得不錯 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你們之前都不敢喊 為什麼韓國瑜不敢喊 為什麼辯論的時候 愛愛妹妹不敢喊 這才是國民黨今天要面對的問題 因為有一群人 他就是心象的中國 他就是認為就是一個祖國 他就認為中國的中央在中國 在北京 今天我們看到 國民黨每一次在講這件事的時候 洪秀柱就會跑出來說 現在的憲法 不然這一次你看敗選之後 黨中央絕對要負最大責任 你的路線錯誤不只黨中央負責任 你也要負責任 你也是敗筆之一啊 你家洪秀柱是最沒資格出來講話的啊 可是他跳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是不是還是跟他拍拍手 現在國民黨還有一群人 韓國瑜 謝龍介這些人出來 你們到底是在檢查路嗎 所以現在是在負責 國民黨如果是真的要在台灣 這輩子土地生存 你這些中 比如說江啟臣 我覺得江啟臣是不錯啦 那這些世代的人 講完呢 你們應該更符合公平正義的需求 更符合跟土地結合接地氣的需求 更符合敢對抗中國霸權的需求 這國民黨一向從以前到現在 創黨到現在 一向的主張就是反共抗俄啊 在可是現在你看到中國的時候沒有啊 連連共自台嗎 你們主張要非常清楚 所以像李萊希 吳思淮 洪秀柱 韓國瑜等等人的路線 都是國民黨今天走向敗筆的一個原因啊 所以我也要呼籲啊 你中壯世代應該就像那個青年團那個講的啊 承認一下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鼓勵的國家就在台灣 我們就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我們要迎向世界 我們要走向世界 小英為什麼可以順利拿到這麼多 包括藍軍的人對他的支持 這一次的選票很大部分也是藍營的耶 為什麼 還有中間的選民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清楚 是他在捍衛這個國家 而國民黨沒有啊 你看所有的辯論機制裡面 韓國瑜遇到中國的問題 英文結婚 好像變得很死 對 然後國民黨那部分沒有 我們不要去惹怒中國 可是中國每天就纏著你打 所以今天國民黨如果沒有痛定思痛 這個政黨就絕對會瓦解 因為我們現在把他黨產處理了 現在他裡面還是要有理念相同去經營一個政黨沒有這樣的原則 這個政黨勢必走向衰敗 真的國民黨必須要痛定思痛 而台面上呢被點兵出來到底是誰呢 最有希望來擔任下一屆的國民黨黨主席呢 我們收集一下下段節目回來繼續來討論